我们又要插播一节,强调一下 提到这个子孙后代非常重要 中国自古就在乎多子多孙 就多福气 凡是人间的事啊 那人就是一个主体 全都是人搞出来的 都是人做的嘛 所以你没有人,什么都白费 现在农村还比较注重这个 你看城里面过得再好 他慢慢家族,人少了 他挣不起来那么多财,那么多事业 那就慢慢就散了 现在有钱人都不一定生 当然生的,有钱的可能还多一点 就中间又有又没的,反而不生 那没钱的呢,比较想得开 管他呢,就生,游击队 从计划生育开始 却有一帮,就不管他 穷就穷养了,非常想得开 上不了户口再说 能躲就躲,不罚款 搞到最后没办法 现在,你如果能躲那么久 你现在还鼓励胜 你在什么政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到哪儿 到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一直让外星都很聪明 有办法 那现在不是了 都认为不生,反而是潮流 甚至 他只考虑自我的享受 不想付出 孩子很可爱 就小时候那几岁可爱 跟小猫小狗一样 都在小的时候 春真又是萌萌的 长大就要付出了 为他一系列的 就不说了 那么,提到这个 我们要说 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 那古代也讲 不需要有三、五后为大 当然后来人 说那个五后指的是 不尽自己后辈人的 精神去抚养父母 当然精神功能要 也有物质 也有善养 那 指的就是 你心里有他 自然就会 替他想 替他做 没钱也不要紧 不是钱的事 那 不需要有三、一是 最起码温饱上 保证父母不受恶 第二是 在他 就是一些观念不正确的时候 给他一疏导 其实 不管孟子怎么样 也都是一种方便说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你比如说 我们路上碰到怎么样 保证他的安全 让他走马路右边 这就是一些细节 那也是一种 精神 现在人 不了解这个 段子觉孙的意思 古代指的是 没有男鼎男孩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早先的课 也说过 就现在科学已经可以解释了 这个Y染色体 它只传于父亲这一阵 传自爷爷 祖父子 祖爷爷等等 你这个X传一半 Y传一半 到最后 这个虽然都是男女各一半 但这个带伴的 就是 总能寻到一些根 那个 你传到 父母 爷爷奶奶 老老老爷 传来传去 不知道谁是谁了 现在农村还讲究这个 嫁过去以后 就很少管娘家的事了 出来过年过节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噬